第二百五十七集 爷医生啊 什么时候让妹妹来萧家一趟 萧战突然道 你找到有事 叶好轩微微一愣 没事啊 只是这里是他的家 以前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我希望他能够原谅我 萧战叹息 我尽量劝劝吧 叶好轩点点头 明白这老狐狸是服软了 他要向萧海妹低头 这也难怪 萧家的人除了这个私生女外 可以说是后继无人 他的两个孙子 萧宇和萧文杰 除了花钱泡妞外 其他的一无是处 而他的二儿子又时时地 想置他于死地 他不把希望放到自己这个孙女身上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爸 这是我托朋友 从国外带回来的药 听说他可以省神清脑 您服用一段时间试试看 萧泽阳说着 递上了一瓶乳白色的药 萧战并没有接过这药 他转身笑道 让叶医生看看吧 我们都是外行 谁知道能不能随便吃药呢 说着 他还意味深长地看了萧泽阳一眼 这一眼直盯的萧泽阳身上冷汗直流 他寻思着是不是这老东西看出来什么了 这是一种维生素 补脑的 服用一些确实会省神清脑 不过效果并不算很好 不过吃一些也无伤大药 叶浩轩把药放到鼻子边 一闻心中不由的一脸 看来这萧泽阳是等不及了 他这是要迫不及待的 要对自己的老子动手 这个药 说白了是一种违禁药 能加速人体血管老化 其实算是一种兴奋剂 只有一些违规的运动员才会吃这个药 而且一次只能吃一点 吃多了要命的 叶浩轩话语里的暗时 萧战有岂能不懂 虽然他表面不动声色 但是心里却凄凉无比 他接过药取出两颗放到嘴里 然后端起一杯水 一氧脖子 咕咚一声 把药给吞进了肚子里 看着自己的父亲 终究还是吃下了这些药 萧泽阳的心里 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叶医生 麻烦你了 泽阳啊 你去送送叶医生 萧战挥挥手 然后又躺在躺椅上 叶医生 请 萧泽阳做了个情的手势 叶浩轩点点头 收好金针向外走去 叶医生啊 之前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希望这些误会 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关系 萧泽阳笑道 当然不会 贵公子年幼无知 我不会跟他一般见识的 叶浩轩微微一笑 萧泽阳暗骂 他又岂会听不出来 叶浩轩话里的嘲讽之意 他岔开话提道 叶医生啊 我父亲的病情 到底怎么样 萧老的病 只要按时吃药 问题不大 只要有我在 再清醒个三五年不是问题 叶浩轩瞟了萧泽阳一眼 果然萧泽阳的脸变了变 三五年 那他的大忌 岂不是要推迟很久 当下他不动声色地说道 呃 那就有劳叶医生了 哈哈 慢走 叶浩轩颇有神意地 看了他一眼 然后转身坐车离开 看着叶浩轩坐车离开 萧泽阳的脸色 越发显得阴沉了 良久 他才拨通了一个电话 沉声道 不能再等了 有些人 必须尽早出去 又去见萧家妹老东西了 萧海妹有些小鸟 依人一般地 软倒在叶浩轩的怀里 有些失神地问 是 你的二叔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 叶浩轩淡淡地说 我了解她的性格 你治好萧家的那老东西 等于说是坏了她的好事 她不找你麻烦才怪呢 这段时间你务必要小心一点 萧海妹道 她要见你 叶浩轩突然道 她终于肯低头了 萧海妹有些不敢相信地说 对 现实由不得她不低头 萧家现在其实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情形 除了你 她实在是想不出有更合适的继承人了 她说见就见吗 她真以为 她萧家是什么顶级世家 老娘要巴结着她才行 哼 萧海妹冷笑道 体谅下吧 能够混到这一步 也算是她的报应了 叶浩轩笑道 再说吧 我现在忙得几乎没办法分身 哪里有时间去见她 先晾她一段时间再说吧 她不是死不了吗 萧海妹笑道 肯定是死不了 萧紫阳虽然想掌控萧家大局 但是还不至于到那种丧心病狂的地步 她顶多瘫痪或者老年痴呆 不过只要服用我的药 短时间问题是不大的 叶浩轩笑道 那就好 萧海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然后转开话题道 什么时候有空 那几个妖精要见你 我们的新化妆品一上市 仅仅只是适应 短短几天时间就脱销了 现在的货供不应求啊 那 那赶紧让生产线上加工生产啊 这分分钟可都是钱啊 叶浩轩诧异地说 不急 囤点货再说 其实产品并不是越多越好 供不应求 代表我们这个产品卖的货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到抢购预定的长龙中去的 萧海妹笑道 哦 呵呵呵 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饥饿营销 就像是某米的那款手机一样 聪明 一点就通 萧海妹笑道 那三个妖精适应的效果非常好 那些用过之后的人都说效果相当不错 一些陈年老伤只要坚持使用一段时间 保证皮肤上不留半点创伤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预定大军 我们的客服已经被打爆了 那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叶浩轩诧异地问 下个礼拜再投一批药品到市场里面去 不过暂时还只是那三个妖精供货 其他的美容院的人现在急红眼了 就是订不到货 我们是靠着三个妖精打开的销路 你总得把别人给喂饱了吧 萧海妹咯咯笑道 那 呵呵 一切由你做主就好了 我还是坐等着收钱 那你还不过来伺候伺候老娘 我包养你 你总得伺候好我吧 萧海妹一条包裹着咖啡丝袜的腿 有意无意地放到了叶浩轩的身上 把叶浩轩的激情瞬间点燃 你这个妖精 看爷现在就把你伺候舒服了 呵呵呵 叶浩轩咬牙切齿地扑上去 萧海妹突然拦住了叶浩轩 不让她做进一步的动作 怎么了 叶浩轩诧异地问 萧婷萧婷吧 我这几天不方便 呵呵 萧海妹咯咯一笑 呃 叶浩轩无语地倒在沙发上 这个女人一定是故意的 她故意把自己的火气勾上来 然后又告诉她自己的亲戚来了 太可恶了 京城的疗养院里 形势有些严峻 在一幢守卫森严的阁楼式的房子里 里面的人来来往往 不时的有一两张经常在新闻里看到的面孔出现在这里 贵老和汪学义 这两个华夏医学界代表中医和西医的领军人物 生平第一次合作了起来 在一起探透着病情 一边的助理不时的把两人的话记下 时不时的有人拿着最新的检查报告走出来 在场的人无不面色紧绷 因为这一次的病人不是别人 正是陈家的老太爷陈安民 之前老太爷因病住进了医院 刚开始只是一些食欲不振 但是在疗养院里面住了几天 非但没好 反而有种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就在午饭前 老太爷一头栽倒在床上 一直到现在也没醒过来 陈安民的身份非同小可 医生的事迹直到现在还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 他这疑病算是把整个高层都惊动了 王学义放下手中的检查报告 颇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一边的陈渊心中意紧 他连忙走上前道 王博士 我爷爷的病情怎么样了 这个 王学义握着手中的报告 犹豫着该不该把实情给说出来 王博士 有话您就直说吧 一号手掌走不开 特意让我过来问情况的 陈渊身边的一个中年人说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凭检查结果来说 老太爷的情况不容乐观呢 汪学义摇摇头道 什么 陈渊和一号的秘书同时震动了 陈渊更是一个亮脚 脸色苍白 汪学义的话虽然说得含蓄 但是他要表达的意思不言而喻 就是老太爷恐怕挺不过去这一关了 当然 这只是西医的观点 看看贵老 有什么见解没有 汪学义连忙改口 他知道这一件事情非同小可 一旦确诊陈老太爷不行了 那会牵扯到方方面面的 所以虽然结果八九不离时了 但是他也不敢妄下结论 他只希望贵老有什么好的办法 正在这个时候 贵老也从病房里走了出来 众人连忙迎了上去 一看到贵老的脸色 众人心里咯噔一下 哎呦 情之不妙 因为贵老的神色同样凝重 他默默地走了过来 似乎在沉思 贵老 情况怎么样 陈渊连忙地迎了上去 这个 我先跟汪博士商量商量 再说吧 贵老道 好 一众人连忙退开 汪学义和贵老在一边 小声地商量着什么 哎 你怎么看 贵老叹气道 器官衰退 身体机能老化 情况不乐观了 汪学义犹豫了一下道 但是并不是一定是没有一点希望 只能说是斑斑之术 你怎么看 哎 小五摔下 跟你的结论一样 虽然有一线生机 但是极难把握 这次要看命了 贵老叹道 哥 哥 一个三十多岁 身上穿着军装的将领冲了进来 他一冲进来就大叫 这正是陈渊的弟弟陈志泽 在他身后跟着的是他的妻子赵风杰 以及陈若曦的母亲林湘君 爷爷怎么样了 一众人围着陈渊急切地问 贵老还有王博士正在想办法 陈渊镇定地答道 其实他的心早就提到了嗓子眼了 老太爷 等于说是陈家现在的支柱 他一倒下 陈家等于塌了大半边天 这个时候 贵老和汪学义商量完毕 他们这才向这边走了过来 陈家的家眷 以及一些老关系 连忙迎了上来 两位 老太爷的身体怎么样了 陈渊问道 哎 老太爷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之所以这样 之所以是因为年事太高 这次能不能挺过来 只能看天意了 贵老犹豫地一下叹道 贵老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陈家的家眷心中同时一沉 一种不祥的预感 用伤心头 看来这一次老太爷的病 是很严重 不然的话 贵老绝对不会说出 看天意这种话来 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一群人涌了过来 为首的赫然是王老 王老等于说是 陈家老太爷手底下的兵 当初华夏成立后 跟着老太爷 没少东征西战 震慑霄 老将军怎么样了 王老一上场就急起地问 王伯 老太爷他 陈渊欲言又止 王老是风风火火的性格 他听不得陈渊在那里吞吞吐吐的 他转身向一边的贵老问道 贵老 老将军怎么样了 贵老只得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 那一贵老和王博士之间 希望有几成 王老的眉头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问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众人的耳朵竖了起来 静静地听两人回答 两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同时无奈地说 哎 不足三成 不足三成啊 现场的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 看来这几率低得可怜 老太爷这一次怕是真的挺不过去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上屋老太爷还好喝的 他怎么会这样 虽然酒精疯了 但陈渊还是忍不住眼泉一红 差点没哭出来 人年纪大了 有时候事发突然也数正常 你们不要这样 我们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 贵老安慰道 王老沉思了一阵 然后他抬起头道 贵老 我举见一个人 或许他有办法也说不定呢 谁 汪学义和贵老双双一惊 一个年轻人 姓叶 王老道 叶浩轩 汪学义和贵老几乎是同时叫出了叶浩轩的名字 贵老随即一拍额头道 哎呦喂 我真是忙糊涂了 怎么把小叶给忘记了 对对对 小叶的医术达到让我仰望的境界 他或许有好办法也说不定啊 陈渊的脸灯石变了 他冷哼一声道 哼 那个年轻人我知道 他就算懂医术 也绝对高不了 现在老太爷命悬一线 其容而戏 他早上就去叶浩轩的医馆里砸肠子 现在反过来又要让他求人家 他是拉不下这个脸 况且他恨那小子入骨 是绝对不会去求他的 叶浩轩的医术他是略有耳闻 但是他就是不相信 贵老和汪学义这两个华夏医学界 中西医领军人物都没有办法治的病 他能有什么好办法 贵老和汪学义微微的一愣 看着脸色黑得发青的陈渊 感觉到非常的诧异 难道陈渊跟叶浩轩有仇不成 哥 不管那叶医生医术怎么样 但王伯和贵老都同时举荐 我想医术差不到哪里去 我们不妨试试 陈志泽道 试试 老太爷的命 是拿来让你们试的吗 陈渊突然暴怒 陈志泽几个人吃了一惊 他们不明白陈渊 为什么会突然发这么大的火 你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 不是怎么知道那人的医术怎么样 毕竟这是希望 不然怎么样 就这样让老太爷 停在床上一直这样下去 陈渊的妻子林湘君迟道 不用试 我就不相信他 除了他 别人就没有一点办法了 陈渊冷哼道 大哥 知道这个时候了你还这样吗 老太爷的身体要紧 还是你个人的恩怨重要 这个时候 陈渊舔着肚子走了过来 虽然他刚刚怀孕 肚子还没有隆起 但是女人一旦怀孕 走路的姿势就有些异样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他怀孕了 音音 你在说些什么 我听不太明白 林湘君诧异地扫了他的腹部一眼 然后问 大嫂 是这样的 陈渊附在林湘君的耳边咬了一阵 把叶浩宣和陈若曦之间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下 还有这样的事 林湘君吃了一惊 然后急急地说 别的嫌不管 他的医术怎么样 是我生平仅见 如果不是他 我和星野现在仍然没有一点 做父母的希望 陈渊认真的说 那又怎么样 我就不相信除了他 别人就没办法帮老太爷 渡过这难关了 我就是不用他 陈渊心烦意乱地说 我和星野现在仍然没办法帮老太爷 我和星野现在仍然没办法帮老太爷